不说别的 咱们就单说这个谢永祥 你看被他爹谢广坤给整的 都整成沙盒上了 沙盗在西游记当中就三句台词 大家知道吧 大师兄 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二师兄 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那个 大师兄 师父和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 二师兄 我 就这三句 这同样 永祥也只剩下三句话呀 我爹就那样 蒙你别往心里去 爹 你咋来了呢 哎呀爹 你这是干啥呀 路在脚下 就这三句 这可是亲爹呀 只有这样的奇葩亲爹 才能把孩子逼成这样 所以我说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角色太好演了 他根本就没有台词的压力 比我们做主持人还容易 说到这个奇葩的爹们呢 我的身边就有一个 谁呢 我爸 我爸看电视 我不能说这事 算了啊 我爸 我爸对不住了 为了广大观众朋友啊 你让他老师亲自跟你说说 不用 我爸 我觉得 我觉得我爸就是世界上 最难 最难以理解的人了 就是去年的时候 我过生日 我让我爸给我送礼物 结果我爸的半天 给我 我三十岁生日 他给我准备了 半块生日蛋糕 和十五根生日蜡烛 然后我说 爸呀 我是你亲生的吗 我今年三十了 不是十五 你们是不是 藏着我什么事啊 我爸说 别着急啊 Happy Birthday的儿子 他从后边 又拿了个一块镜子 放在前面的 爸爸对不起啊 爸爸 不是 那个 我跟你说啊 别别别别别 别那什么 我之前说什么 打打呀 我们导演这些事啊 都是我编的 但是我爸这个事是真的 哎呀 你说说啊 你说这么一个奇葩的老爹 有时候朋友们 我要不是因为兜里没钱 我真离家出走 昨天吃饭的时候 我就非常认真地跟我爸说 我说爸呀 那什么 如果有一天我离家出走啊 你跟我妈会不会心急如焚 就是满世界贴学生启事那种啊 然后我爸在那吃呢 喝 小烧 想了想 就是特别跟我认真地说 筷子放下来 那么傻孩子 如果说有一天 你真失踪了 那么我跟你妈一定会满世界疯狂地张贴那个告示的 当时我特别激动 我说爸你别说了 我敬你一杯 嘎 我就揍了一瓶二锅头 那个内容是这样的 就是出租卧室一间 能不能见到 我们下期再见 斤目 走 斤目 劝